- 妳有很多話要說 - 妳有追我嗎? - 妳有追我嗎? - 妳有追我嗎? - 那個時候我們知道彼此互相有好感 -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 - 她就是很想要跟我相處 - 她就是很想要跟我相處 - 她那時候我們一起跟朋友一起去BAR - 到晚上回家以後 - 她就不想跟我分開 - 她就在我家門口就說 - 她說我想喝豆漿 - 因為我是很愛喝豆漿 - 所以我來美國我都會買很多豆漿 - 她可能就是平常沒喝吧 - 之前就是她來我家的時候 - 我就問她想喝什麼飲料 - 但是我那時候只有豆漿 - 所以我就倒豆漿給她喝 - 她後來就用這個當理由跟藉口 - 就想要進來做做 - 沒想到我說好你等我一下 - 去冰箱拿了整罐豆漿給她 - 妳要不要外帶 - 她就無法 - 她就準備好 - 變的變的 - 變的我 - 變的我 - 她那個時候其實都已經把鞋子脫了 - 準備要脫鞋 - 再解鞋帶去 - 我就把豆漿拿給她 - 因為我那時候就有點喝醉 - 她想說你要喝豆漿 - 這一罐我不想喝了 - 剩下一點點 - 然後她就落寞的拿著豆漿離開 - 又沒有成功來玩家 - 後來就是她會約我出去吃飯 - 然後 - 就真的沒什麼追 - 她就約我吃一兩次飯而已 - 我真的就是太好追了 - 我不是會很講究追不追 - 如果這個人我不喜歡 - 他再怎麼追我 - 我只會更反感 - 然後這個人我喜歡 - 他也不需要做什麼 - 然後我可能就會跟她在一起 - 我運氣比較好 - 對 - 正前嗎 - 你有追我嗎 - 有啦 - 其實她那時候剛來美國沒多久 - 而且她好像 - 你姐沒帶你去什麼地方 - 對 這個地方了解 - 就是學校附近 - 帶她去一些很多新的地方 - 難怪你就只會這一招 - 對啊 - 然後約會啊 - 她還蠻開心的啊 - 因為那時候我跟美國人不熟 - 所以她帶我去一個新的餐廳 - 我覺得這個好好吃喔 - 沒吃過 - 然後帶我去一個博物館 - 說哇 這裡我之前沒來過 - 對對對對 - 可是她到現在都還是用這一招耶 - 可是每次要讓我開心 - 她就是一直在查說 - 哪一地方還沒去嗎 - 哪有 - 你有告白 - 有啊 - 什麼時候 - 沒有告白 - 怎麼可能忽然就在一起 - 就忽然啊 - 沒有啦 - 我有跟你講 - 那有點怎麼回事 - 在她家跟她 - 好好講一下 - 就說要不要在一起這樣 - 對對對對 - 有嗎 - 我最喜歡她 - 她外表這樣子 - 然後很能幹 - 其實她就是一個小公主 - 小女很可愛 - 內心其實 - 娜娜公主 - 公主是要脫地心衣服 - 我是會姑娘 - 我說妳近一點 - 近一點 - 對 - 都很不喜歡 - 太 close - 整個門問題 - 喜歡有空間 - 每次在外面走路逛街啊 - 然後她就會一直往旁邊 - 然後我就會一直跟著 - 因為我覺得她為什麼一直擠我 - 然後她就會走到旁邊 - 我覺得我快沒路了 - 為什麼要一直擠我 - 然後她在罵我說 - 妳不要一直擠我好嗎 - 她沒有牽我 - 她沒有牽我 - 有有有 - 有時候都是牽的 - 妳也要往那邊 - 她都已經牽了 - 妳為什麼 - 就是不讓我舒服一點 - 會一直擠我 - 所以這是真實的問題 - 我就不喜歡那種 - 擠在一起熱熱打 - 我就不喜歡 - 這樣就是三秒鐘OK啊 - 那我就這樣來回答 - 好 - 她其實單純很可愛 - 內心很善良 - 然後 - 我好像沒有想到什麼事情 - 她是不會的 - 她只要想做 - 她全部都會做 - 其實非常能幹 - 我不會的也沒事很多啊 - 但是可能妳沒興趣 - 喔 - 欸很懂喔 - 所以我覺得這很厲害 - 因為我可能不會這樣 - 我最喜歡她的鼻子 - 她怎麼這麼可惜 - 我覺得她鼻子很好看 - 就是我喜歡 - 她就是橫挺 - 然後比較細長的鼻子 - 看起來很仰眼 - 就是我剛剛說的 - 她就是可以補足 - 我覺得我個性上 - 我自己不喜歡自己的地方 - 她可以把我的那個部分 - 處理好 - 讓我更喜歡我自己 - 這是我最喜歡她的地方 - 會不會耶 - 欸 - 男人可能就是都比較幼稚吧 - 就算年紀比我大的 - 或是年紀比我小的 - 對我來說 - 那個都只是身體的年齡 - 是心理的年齡 - 比較重要 - 跟她交往過程中 - 我就覺得我跟她比較合得來 - 我講了一些東西 - 她都比較能懂 - 然後也很容易通 - 就是交流的那種通 - 而不是說訓話她 - 她知道 - 剛開始會想到 - 她有比我大 - 但是後來常常都忘記 - 然後有時候 - 她甚至都忘記她幾歲 - 忘記忘記 - 那我就是加2.5歲 - 她竟然2.5歲 - 我們就是平均 - 平均 - 我們兩個平均30歲 - 現在是30歲嗎 - 現在是30歲 - 你現在幾歲啊 - 就2 - 然後我現在32 - 欸 我現在33 - 妳剛才忘了 - 我26歲的時候認識她 - 然後每一年我都會問她 - 妳覺得我幾歲 - 我幾歲 - 然後一直到我30歲的時候 - 她都還是說她覺得我26歲 - 她覺得我跟她剛認識我的時候是一樣 - 一直到我去年吧 - 我就問她妳覺得我幾歲 - 她就說我覺得妳27歲 - 然後我就很生氣 - 為什麼我老了一歲 - 不行不行我變老了 - 就其實我的方式 - 對她來說很不好 - 很SOP - 然後我的方式呢就是 - 找我的朋友Google - 查好一家好吃的餐廳 - 評評很高的 - 覺得她會喜歡的 - 再來去選一個她 - 我覺得她會喜歡的禮物 - 然後 maybe買一束畫和寫個卡片 - 最近帶小眼淚 - 然後偶爾出現一個這個 - 我認為應該是會讓感情更好一些 - 可是好像 - 聽聽看妳怎麼說 - 到這邊跟著說男人說 - 這是最大的方法 - 因為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- 女人是一個感覺的動物 - 所以如果你只是做這些 - 就是SOP的話 - 那感覺就會覺得你只在叫作業 - 可是我是用心去查餐廳或找禮物 - 我也每天很用心想我要煮奶道菜啊 - 對啊是有啊 - 對啊就是感覺就是一樣 - 要有一些很觸心的那種特別的 - 打動到新的東西 - 聽說Chris有找到一個顧問嗎 - 對 - 蔡醫師本人 - 講了很多我從來沒想過的東西 - 然後最近在二補 - 是一個補習班的概念 - 對 - 對 - 有這種困難的可以 - 木頭補習班 - 有這種困難都可以找他 - 我覺得我跟他比我算是比較 - 比較有小心思的人 - 不是那種不好的 - 是那種心思比較細的人 - 聖誕節啊 - 會自己織圍巾送他 - 或是我會特別弄一桌 - 欸你的生日大餐 - 先來上前菜 - 然後再來上湯 - 最後還有甜點 - 蜜糖吐司 - 對 - 因為我們這邊的甜點很難買 - 所以我還自己上菜 - 怎麼做台灣才吃得到的 - 那個很好吃 - 那個很好吃 - 他那時候正好在找工作吧 - 就送他一條領帶說 - 這是給你Good luck的領帶 - 每次面試他都帶領帶 - 都會錄取 - 對 - 不覺得我很用心嗎 - 有啊 - 跟你比 - 那你就送他一個Good luck奶罩 - 是不是 - 對嘛 你也可以啊 - 有過啊 - 然後有 - 你有說過Good luck嗎 - 喔 - 會用奶罩嗎 - 沒有啦 - 你不要去想說你要教功課 - 你要去想你要怎麼打到我的心裡 - 讓我們開心 - 就是這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- 木頭 - 噔噔噔噔 - 你也把你的聯絡方式留下 - 怎麼熬過 -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是 - 先認知說 - 婚姻對自己的定義是什麼 - 婚姻跟交往 - 就是有什麼不同的 - 走不下去的時候 - 其實我是真的是 - 遇到困難跟挫折 - 是真的 - 有時候真的會覺得說 - 分開也許是唯一的 - 最舒服跟 - 能解決問題最快的方法 - 因為我以前交男朋友的時候 - 對我來說不適合分手 - 再找下一個 - 所以分手會是我其中一個方式 - 走入婚姻之後 -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- 承諾吧 - 因為婚姻跟交往最大的差別 - 你已經承諾你們不會分開了 - 不然這就沒有意義了 - 不然你何必要結婚 - 結婚之後我們就有 - 好好的承諾鼻子 - 就是我們絕對不能離婚 - 因為我們曾經一起解決過很多事情 - 我們相信未來也可以 - 對當然在遇到挫折跟討厭鼻子啊 - 的確都會沒有辦法往那邊想 - 可是當我真的心裡想要離婚的時候 - 我就會想起我們的初衷 - 試著去告訴自己說 - 是因為現在環境的困難 - 最純粹的我們其實沒有問題的 - 既然有那個承諾在 - 我們一定要不管是什麼方式 - 想到方法去突破這個挫折 - 最主要的目標還是希望說 - 有個美滿的家庭 - 我父母跟他父母都有禮異過 - 所以我們知道說那個 - 身為父母離異的孩子 - 是其實心中會有很多陰影 - 所以我們就不希望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小孩身上 - 算是還蠻想要堅守這個承諾的 - 記得我們所有大小生子 - 基本上都是可以互相溝通來解決 - 但是就是之前有一次是問題比較嚴重 -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方式就是請第三方幫助 - 那就是我們的諮商室 - 是有幫助到我們的 - 而且諮商室有跟我們個別聊過後 - 他就說我們兩個人很好的地方就是 - 我們兩個目標是一致的 - 因為很多夫妻在跟老師諮商的時候 - 他們其實目標不一致 - 有一個就是鐵了心 - 或是甚至外面有家庭有別人就想離開 - 另外一個不想離開 - 所以諮商室會需要一起 - 兩分開去調整他們 - 可是我們兩個是目標是一致的 - 怎樣啊 - 來幫忙嗎 -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 - 讓小孩有個幸福的家庭 - 所以說我媽是會把我們這個目標 - 努力前進這樣 - 會有要求就是我覺得做學生 - 還是有基本的任要達到 - 對 - 但是我不會 - 喔你要給我寫功課 - 讀好書 - 考幾分這樣 - 我不會這樣 - 會跟他講說 - 做這件事 - 會達到什麼結果 - 然後讓他自己去思考 - 如果他對某些領域有特別的興趣 - 不會限制他在一定要怎麼樣 - 對 - 我剛剛在我老公和大以前 - 我其實是覺得小孩快樂就好 - 但他提到我覺得真的是重點 - 就是基本的 - 我從小就有教小孩 - 就是要為自己的選擇而負責 - 小孩的心智發展 - 我覺得比較重要 - 有沒有自己的約束、自治力 - 這對我來說都比成績重要 - 就沒有維持 - 所以又開始越來越有下坡 - 然後最近妹妹她比較長大了 - 我們才開始又回來認真經營感情 - 說真的真的是生了第二個之後 - 對彼此的心力都少很多 - 然後我也變得很不耐煩 - 加上彼此又有工作、生活壓力 - 就是要省第二個、第三個之前 - 真的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- 妹妹快兩歲了 - 我覺得比較好溝通 - 我覺得要維持感情還是要由我開始 - 就是恢復到以前的那個能力 - 對 - 就是以前可以看透她的心 - 長大歲就是讓她比較開心 - 之前有兩個小孩我覺得我心都被分掉了 - 所以這方面是我要再加強 - 剛開始以前小朋友還小baby的時候 - 我們基本上沒辦法約會 - 因為不放心給人家戴嘛 - 現在的話我們如果偶爾要出去 - 我們會請一個阿姨來幫忙這樣子 - 這裡想害我嗎? - 當然我是學老婆啊 - 有什麼問題嗎? - 真的嗎? - 我的手錶防碎3900米 - 所以掉到水裡好像沒什麼問題 - 我可以救她 - 那靴子呢? - 靴子就算了吧 - 喔...好... - 你做什麼? - 欸? - 媽媽掉到水裡你會不會救我? - 不會 - 為什麼不會? - 為什麼不會? - 我有點不知道 - 我通常會挑就是 - 老公上班的時候小孩不上學的時候運動 - 如果說我一整天都在忙別的事情來不及運動的話 - 我可能會挑小孩已經睡著的時間運動 - 因為小孩其實白天已經去上daycare了 - 回到家睡前可以跟爸媽相處的時間也是只有三個多小時 - 所以我會盡量這三個小時都陪他們 - 健身嗎? - 健身嗎? - 如果錢根本就不愛運動 - 我們在幹什麼? - 這個是什麼? - 什麼情況? - 她很神奇,為什麼呢? - 媽媽 - 等一下妳叫親媽媽 - 親媽媽了吧 - 什麼嗎? - 她妹妹親爸爸 - 我第一次上健身房應該算是她帶我去的吧 - 然後我開始認識以後 - 妹妹不要摸我 - 對,覺得還蠻好玩的 - 後來不要都是舞蹈在運動 - 又考了教練執照 - 然後變成是有些我會教她這樣子 - 對 - 其實我本來是蠻愛健身跟打籃球 - 然後認識她以後就 - 我已經七年沒碰到籃球過了 - 哪有那麼誇張? - 真的 - 但是以前是每週打 - 沒有啊,但這不怪她 - 是我自己可能就 - 是她自己要家具要自己去 - 我自己就有點懶 - 週末晚上會想在家跟她 - 不想自己去運動那種心情 - 但我最近想要再開始 - 來一個十二週運動 變身計畫 - 之類的 - 你要用我的program嗎? - 她的聲音度超有 - 我們最近圖案都是跟家庭 - 跟兩個小朋友有關 - 當初三個玫瑰是不是還沒有 - 妹妹 - 這個是Charlie - 也是小哈的名字 - 那她 - 以前我們本來想叫她王子 - 王冠 - 因為有一個Charlie的 - 我的印上去讓你 - 之後還會打算再加一些妹妹啊 - 但都以家庭為主軸 - 這個玫瑰跟她剛是同一張圖 - 我請刺金師寶 - 做不同的風格 - 玫瑰代表的是love - 上面有一些英文字母 - 做那個疼蠻 - 像這個是C - 就是Chris - 就是老婆 - 然後這個是R - 這是我兒子 - 都還會再多補持一個S - 妹妹 - 一直沒有時間吃 - 這是我們一個家屬的愛 - 來嗎?寶寶 - 來寶寶 - 跟大家說掰掰 - 掰掰 - 好 那我們今天的問與答案影片就到這邊囉 - 如果你對我和我老公之間 - 我們家庭 - 如果有好奇的問題的話 - 歡迎再來留言讓我們知道 - 那今天的影片都先到這裡囉 - 我們大家一起跟 - 說掰掰 - 妹妹在幹嘛 - 一起跟這裡說掰掰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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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- 掰掰